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他们怀疑这是外星人的作品 但美国航天局指出这应该只是延时的反光或宇宙射线 4月8日英国每日优报报道 美国宇航局公布好奇号火星车 从火星表面发火的最新一批照片中 有一张照片上出现了一抹神秘亮光 从照片上看这抹亮光似乎出现在从距离火星车 有一段距离的遥远地平线上 像是一道人造光源同地下射向火星的地表 因此不排除这颗红色星球上存在智能生命的可能 对此 众多网友意外风靡纷纷推测 火星上可能存在外星生命 好奇号火星车发火的照片 黄色箭头标明了那个神秘亮光出现的位置 右下插入图为原图200%放大 那么这张照片上的神秘亮光 是不是生活在火星地下的智能生命 剩下地面的人造光束呢 回答这个问题之前 我们不妨先来确认一下 这张照片到底是不是好奇号 从火星上发回的原始照片 从美国航天航空局喷气推进实验室的官网上 你可以查阅好奇号发回地球的每一张原始图片 这张照片确实是好奇号火星车发回地球的 确切的说它是好奇号登陆火星的第589个火星日 也就是地球上的2014年4月3日10点03分 世界时比北京时间晚8个小时 由位于好奇号围杆上右侧的导航相机壁拍摄的 看过好奇号自拍照的人 一定对它那高高竖起在围杆顶端 好像脑袋一样的装置印象深刻 拍到这张照片的右侧导航相机壁 就位于这颗脑袋的右下方 同样在脑袋的左下方的相对位置 也有两颗导航相机 好奇号火星车的自拍大头照 脑袋的左右两侧各有两颗导航相机 之所以导航相机要左右对称 正是好奇号接见了人类左右眼的立体视觉的结果 导航相机在拍摄时 左眼和右眼会同时拍摄照片 这样一来两张照片经过软件分析 并可以像人类的立体视觉一样 让好奇号对看到的周围环境 判断出远近纵深 进而判断下一步应该往哪里走 因此右侧的导航相机壁 拍摄到那么神秘亮光的同时 左侧的导航相机壁 也应该拍摄了一张 几乎一模一样的照片才对 事实也确实如此 你可以在喷气推进实验室官网上查到 同一时间左侧导航相机壁拍摄的原始图片 在那个神秘亮光出现的地方 什么都没有出现 既然同时拍摄的两台相机中 只有一台拍到了神秘亮光 那么很明显 神秘亮光就不可能是某种从地下 射到地表的真实光源了 那么到底是什么东西在照片上产生了这样一个亮斑呢 同一时间 左侧导航相机壁拍摄的照片上 并没有出现任何神秘亮光的迹象 来自太空的宇宙线是可能的解释之一 宇宙线实际上就是高能带电粒子 如果击中耗气耗相机里的CCD 就会直接在CCD记录的影像中留下一道类似老罩边缓寒的亮斑 在地球上由于磁场和大气层的存在 大部分宇宙线在抵达地表之前就已经被转向或者层层阻挡下来 因此不会在我们的数码相机里经常产生类似的亮斑 但在火星上由于磁场微弱 大气层也相对稀薄 相机被宇宙线击中也就成了家常便饭了 事实上在NASA喷气推进实验室专门为此发表的一篇西文稿中 负责制造和操作好奇号上导航相机的团队负责人 NASA喷气推进实验室的贾斯蒂·梅基表示 在好奇号发回的成千上万张照片里 几乎每周我们都能看到带有亮斑的照片 被宇宙线之类的带电粒子击中的话 相机拍到的图像上就会出现类似旧照片划含一般的亮线 比如这张SOHO卫星拍摄的照片 在来自太阳的带电粒子疯狂的轰击之下 就成了这副模样 当然另外一种可能性也无法排除 那就是远处地平线上某块光滑的石头 恰好将午后的阳光反射到了好奇号的右眼上 按照梅基的说法 这种阳光反射也是照片中出现亮斑的原因之一 不过具体到这张备受媒体炒作的照片 宇宙线的可能性要更高一些 火星车拍摄的一些照片经常在网上引起关注 比如去年有人在好奇号拍摄的图片中发现 类似火星老鼠或火星蜥蜴的动物 不过美国航天局后来辟谣说 那不是动物 而是形态奇异的火星岩石 好奇号目前正在火星盖尔环形山内 下普山的斜坡上行进 沿途对一些岩石路头展开细致研究 科学家希望通过好奇号上先进的科学设备 他们能够了解到更多关于火星过去适应生命生存的环境 以及这种环境变迁的信息 好奇号火星探测器与火星盖尔允坑着陆 它的使命就是寻找火星上的生命元素 美国好奇号在火星上发现亮光 神秘亮点疑似火星上有生命存在 美国国家航空及太空总署宣布 好奇号火星探测车 在火星发现了一个早已干涸的远古淡水壶 并且找到了碳、氢、氧、氧、硫、氮、氮等关键的生命元素 科学家表示 理论上这个湖泊曾经支持过一些简单的温生物存活 我们大胆的设想 这个距离地球至少有5576万公里的星球 说不定真有更高等级的生命 从照片上看 这是一个很诡异的白色亮点 由于在周围暗灰色的背景中显得很突兀 因此有猜测称 这很可能暗示火星上存在地下智能生命形式 中国日报网4月9日电 王金据英国每日优报报道 近日 好奇号探测器从火星上发挥的最新照片中 出现一抹神秘的亮光 引发外界热议 美国好奇号在火星上发现亮光 神秘亮点疑似火星上有生命存在 有人说亮光看起来很像人造光 不排除这个红色星球上存在智能生命的可能 不过也有分析认为 更大的可能是照片成像过程中出现了小问题 以前有很多类似的火星生命论都被证实是错误的 对于此次火星发现神秘亮光事件 UFO博主斯科特·维林宣称 好奇号拍摄的最新照片显示 火星地下生存着智能生命 然而目前美国宇航局还未视此为事迹发现 他们认为照片上的亮光很可能只是照片中异常所致 维林在网站上写道 本周美国宇航局公布的火星照片上可看到人造光源 显示亮光从地面向上照 这可能预示火星地下存在着智能生命 并且像我们一样使用光 维林还称这不是太阳光也不是拍摄过程中的人工制品 仔细看光源底部非常平坦 这让我们百分之百确信光从地表发出 已经有媒体联系美国宇航局 希望其对照片中神秘光给出可能解释 但目前还未收到答复 但是All About Space 杂志主编本比格斯说 我们不该妄下结论 他说 现在神秘光还未得到解释 因此断定火星上存在炙火生命 还为时过早 美国宇航局作为国际知名机构 需要核对每种可能解释 然后才能进行探索 这并非第一次火星照片引发某些人宣称发现外星致火生命 最著名的是1976年7月25日发现的火星人脸事件 当时美国宇航局维京一号公布照片 似乎火星上出现人脸 但实际上那只是空想形错事现象所致 H7号现在正在探索火星上被称为金箔粒的区域 这里有四种不同岩石交错存在 很有科研价值 加州理工大学的梅里莎·赖斯 将在未来几州领导科研团队 操作好奇号钻探和分析这些岩石 1976年7月25日发现的火星人脸事件 当时美国宇航局维京一号公布照片 似乎火星上出现人脸 但实际上那只是空想形错事现象所致 美国宇航局的好奇号火星探测器 是一个汽车大小的火星遥控设备 是美国第五个火星着陆探测器 也是第一辆采用核动力驱动的火星车 其使命是探寻火星上的生命元素 项目总投资25亿美元 是迄今最昂贵的火星探测项目 发现不明物体似金属碎片 2012年10月7日在首次收集火星土壤样本时 好奇号火星车发现地面上存在一个尺寸很小的不明物体 好色银片或者其他某种物品的碎片 10月8日由于发现地面上的一个明亮物体 可能是从好奇号上脱落的碎片 项目组决定不再使用机械臂 好奇号拍摄了这个物体的照片 以帮助项目组进行鉴别 并评估可能对样本收集带来的影响 对此大家的看法是什么呢 欢迎在粉视频下方留言 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